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練習靜心啊 不管是練習靜心練習瑜伽 或是練習有自己的方法 就是有用別的系統 都覺得都可以 就是這些都很好 那它其實是幫助我們 體驗在生活裡面的挑戰 比如說我們生活裡面 就是總是會出現很多挑戰 比如說跟我們期待的不一樣啊 或者是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那我們在練習 我們在靈性旅程裡面的練習 其實為的就是要來幫助我們的生活 可以讓我們的心靜 保持在靈性旅程裡面 一樣的平靜跟穩定 所以首先我們還是得回到 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你怎麼樣可以讓自己的 自己的靈性旅程保持這份穩定跟平靜 還有安詳 那這不是很容易 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很容易被 被 被情緒干擾啊 或者是被一些期待 然後有些很多失望 或者是什麼 但 我覺得啦 就是大家 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在這個靈性旅程的練習 跟生活上的練習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自己一個人 就是我們 我們都一起在練習 然後我們都一起 每一次覺得對自己有點失望 或者是對事情失望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回到 就是最一開始我們平靜的時候 然後